动脉血是指在动脉系统中流动的血液 它是从心脏通过动脉输送到全身各个组织和器官的氧气和营养物质丰富的血液 以下是关于动脉血的一些重要信息 氧气供应 动脉血携带着从肺部获得的氧气 通过动脉系统将氧气输送到身体的各个组织和器官 这种养合的血液能够提供细胞所需的氧气 以支持身体的新陈代谢和功能 营养物质输送 动脉血中还含有身体需要的营养物质 如葡萄糖、氨基酸和脂肪酸等 它们被输送到各个细胞以提供能量和支持细胞功能 色泽和养合状态 相对于静脉血 动脉血通常呈鲜红色 这是因为它富含氧气 血红蛋白的养合状态较高 脉搏 动脉血由于被心脏以较高的压力推送而具有脉搏的特征 测量脉搏可以提供有关心脏和循环系统功能的重要信息 动脉血压 动脉血压是血液在动脉壁上施加的压力 它是衡量心血管健康和功能的重要指标 动脉血和静脉血在养合状态 含氧量、血流速度等方面存在差异 动脉血携带着氧气和营养物质 供应身体各个部分的需要 而静脉血则携带着二氧化烫和代谢产物 将废物排出体外 请注意这里提供的信息仅供参考 如果您有特定的医学问题或疑虑 请咨询医生或医疗专业人士 以获得准确的诊断和建议